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他正在泡澡 身体却开始罪人 最后同样以离奇的方式惨死 阿辉得知消息后 立马带着铁粉来到现场 调查现场的时候 众人见着 立马把他推到了厕所 很明显他就是被鬼伤身 随后阿辉将两只鸡扔进去 可是作用不是太大 于是点燃炮竹也扔了进去 原来这都是鬼怪惧怕的东西 最后恶鬼终于现身 小伙伴们赶紧躲进了厕所 阿辉试图和恶鬼都通 询问他杀人的真正目的 可是恶鬼并不是这套 随后恶鬼离去 为了调查恶鬼的目的 他们找到女记者阿宁 希望阿宁帮忙查到恶鬼的死因 可是查到的资料显示 他们都是属于意外死亡 可是根据阿辉的记忆 他们一家是被反锁在屋 我生生地被烟呛死 基本可以断定恶鬼就是来复仇的 到了晚上 阿辉骑车回家 路上的路灯却突然熄灭 阿辉知道是恶鬼来了 于是在桥洞里停下了车子 恶鬼也终于现身 而阿辉身后也出现了一群鬼 很明显 他们是来帮助阿辉的 可是他们哪里是恶鬼 随后恶鬼直接表明来意 要阿辉去疗养院找一个叫刘江的人出来 阿辉说自己已经在调查中了 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他弄住了 否则你就要死 原来鬼的行动也是受限制的 疗养院紧挨着警察局和消防局 阳气太重 恶鬼根本不能靠近 终于见到了刘江 可是此时的刘江已经是将死之日 阿辉根本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废人交给恶物 众人只能空手而归 但是这可惹怒了恶物 恶鬼直接出现在车上 恶鬼直接作乱让车子失去了控制 阿辉被甩了出来 然后又把阿辉粉粉摔在车上 再次警告让阿辉回去 可是阿辉竟然拿起破碎的玻璃架在锅子上 命死不从 于是恶鬼让女儿附在了朋友小强的身上 明天你再不杀刘江 我女儿就带她去操龙